最後做一個結論,其實皮蛇是我們小時候的水痘病毒 就會殘留在身上,等待一定特殊的時間 等你免疫力功能不好的時候,它就開始發作 其實帶狀暴疹的發生,皮蛇的發生有很多問題 免疫衰退的情況下,免疫力不夠,就容易產生皮蛇 而我們的免疫力跟我們的年紀有關係 年紀越大,免疫力就越差 如果你是癌症病人,做了癌症治療,免疫力會更差 95%以上的成年人,其實都附入在皮蛇風險 為什麼?因為我們每個人的成年人,在台灣有99.5%的成年人 身上都有水痘病毒的殘留,沒有辦法 所以50歲以後,我們得到皮蛇的機會會真的很高 目前知道說,每個人得到皮蛇,一生得到皮蛇的機會有多少 三分之一,其實不是太是第一 另外一個就是,每四個人得皮蛇的,就有一個人會留下後遺症 很可能是神經痛,很可能是中風增加,很可能是腎臟疾病奇症等等 但是有一個問題,感覺起來四個人會有三個人 一個人一輩子有三分之一的機會 然後有四個人得皮蛇,或一個人留下嚴重後遺症 那感覺起來這是機率問題 可是在於每個人來講,每個人都有可能會得皮蛇 但是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得,你也不知道你會不會得 而且最終的意思是說,你得了以後到底會不會中眼睛 會不會留下很嚴重的後遺症,不知道 會不會留下皮蛇後的神經痛,都不知道 有這麼多的不確定性,就好像我們得癌症一樣 沒有人知道他會不會得癌症,也沒有人知道他不會得癌症 這種不確定性太高的東西,最好還是用預防的方法,比較好 所以其實我們的皮蛇的預防來講,其實現在有很好的方法可以去做預防 那預防來講,基本上我們這個皮蛇的風險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這麼多風險,我們台灣越來越多老人 你看今天來這邊,有非常多的都是長者,長者的比越高 癌症病人得到皮蛇的機率又比別人更高 所以其實癌症病人更需要去做皮蛇預防 而且就算你罹患了癌症,你也把癌症治療好 你的免疫功能還是不好,如果你又沒有去參加康老師的體力加強班 你的體力就會更不好,免疫力就會更不好,那怎麼辦 其實得皮蛇的機會就會更高更高 所以其實癌症的病友跟長者一樣,都要考慮去做積極的防治的皮蛇 可能就需要打疫苗,但是我們癌症病人到底要怎麼打疫苗 因為我們癌症病人有時候要做治療,做治療以後呢 皮蛇疫苗不是馬上打馬上有效,至少要二到四個禮拜才會有效 那如果有的病人在化療之前,在確定癌症之後,可能要馬上做化療 可是有想要做皮蛇疫苗的預防,到底要什麼實行感 那我們來看看,如果你的病情狀況下只需要手術解除 就是開刀就可以解決你癌症的問題 那開刀完後二到三週,你就可以打皮蛇疫苗 那如果你這個病情上需要做所謂的化療 那一般來講,化療通常是手術之後的四到六週才開始 所以你在第一次化療之前的前兩到三週,打皮蛇疫苗就有效果了 所以在化療前二到三週,給皮蛇疫苗 就可以預防你在化療期間,得到皮蛇的機會就會減低 那如果你這個病情根本就不能手術,可能就只能化療 那可能呢,就是一樣,化療前的第一個療程前的二到三週 就應該打皮蛇疫苗 那如果你是荷爾蒙治療,基本上荷爾蒙治療跟你的所謂 不影響到你的免疫系統,所以你在用荷爾蒙治療的同時 就可以考慮,癌症病友就可以考慮給皮蛇疫苗 那如果你是打標榜治療,沒有打化療 基本上標榜治療也不太影響到免疫系統 所以在打標榜治療的同時,也可以同時打皮蛇疫苗,來預防皮蛇 那如果你正在接受化療或正在接受電腦 那就麻煩你把化療跟電腦都做完 以後四到六週再考慮做皮蛇疫苗的注射 千萬不要在化療跟放射治療期間打皮蛇疫苗 效果就會變得很不好 所以其實我最後還是要跟各位呼籲,無論是癌症病人 或者是見我們一般的沒有什麼特別疾病的民眾 我們一定要不要忘記,我們身上永遠有機會得到皮蛇 大概總之以來講,90%的人都有這個機會 其實50歲以後,你不只是要擔心你的退休金會不會不夠 你還要擔心你會不會得皮蛇 皮蛇其實得了以後千萬一定要趕快去就醫 如果把時間拖得越久 或者是明明就得到皮蛇的地方比較嚴重 他留下來的後遺症會更嚴重 年紀越大的病人得到皮蛇就更應該趕快去就醫 因為年紀越大的病人得到皮蛇以後的病發症會越多 他的嚴重度會越高 更需要更早、更積極的醫療介入 但是得到皮蛇確實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但還沒有得到皮蛇之前,其實我們有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用疫苗來預防皮蛇的復發 今天的課程就到此結束,謝謝 原則上,活得越久就會再復發 每個人一輩子就會 比如說你二十歲得 你要說,假設你可以活到一百歲 絕對機會會越高 皮蛇這個病毒一樣還是在身上 得過以後那個水痘病毒還是在身上 所以還是會再發作 得過皮蛇的人也可以打那個疫苗嗎? 得過皮蛇的人也可以打那個疫苗 但是通常得過皮蛇兩年內不建議施打 因為你本來就得過皮蛇後 你身上就會有那個抗體 你打的叫做浪費那個醫療資源 浪費那個錢 就等兩年後再打就好了 好不好 我們來發作很簡單 對,念求軍 基本上目前建議是 好像六十五歲這樣就可以施打 那要看你打哪一種劑型